5年前,亚马逊AMAZON开始研究一个秘密项目,如何消除商店里的结账排队现象。 亚马逊高管门认为,实体店购物已经相当完美了,除了一件事以外MDASH,N-没有人喜欢排队等待,该项目的成果是AMAZON是一家有助未来主义风格的便利店,天花板上有数百台设相机跟踪购物者计算机算法,则分析他们的每一个动作,并在他们离开时结账。 亚马逊称之为LDQUO,拿完就走LDQUO,JustWalkout是购物,因为没有收银台,不用排队结账,只有几个就像的叠里那样的压机。 这家店从2016年12月开始是运营,并在本周一面向公众开业,它代表驻亚马逊迄今最为激进的重塑实体零售内来的努力。 该店位于西雅图亚马逊园区中心的一个位于一层的零售点,除窗里张贴住,宣传LDQUO,拿完就走LDQUO购物体验的海报,为了强调这一点,每张收据都带有一个LDQUO,形成即实起LDQUO。 购物者可以准确地看到他们买走商品所用的描述,该店出售的商品于熟食店或者街头小店类似,店内还有制作新鲜三明治和沙拉的厨房。 虽然亚马逊成立时,只是加在线书店,但其积极进军实体零售也让许多零售竞争对手感到意外和紧张。 该公司现在经营住13家实体,书店和几个杂货提取点,去年以137亿美元收购全时,House News后,还经营住美国各地数百家全时门店。 然而,Amazon都设计复杂,这意味著,它目前更多是一个实验性的概念,而不是一种可以轻松而低成本复制的成熟技术。 该店最初本来定于在2017年春季向公众开放,但据媒体报道称,由于进展不像预期那样顺利,所以一直延迟到本月。 Amazon都的技术负责人,迪利普币ULL,库马尔,DILIPKUMAR解释称,电铺使用计算机视觉MDASH,MDASH,安装在天花板上的数百台设相机MDASH,MDASH,来确定购物者,正在挑选实模。 他说LDQUO,当我们在五年前启动该项研究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可以用计算机视觉和机器,学习为客户实现这种进来,拿上想要的东西走人的轻松体验麻,耳口,库马尔指,住几乎遍布天花板的社。 相机解释说,计算机算法,使用这些设,相机来确定哪个客户,正在拿哪些产品,商店户架上还有重量感测器,但这些重量感测器用处不大,因为不同物品可以有相同的重量,例如不同风味的酸奶。 他说LDQUO,士兵理解是关键,要能够理解和解释并准确地知道,发生了石膜,这种技术的挑战在于大规模应,用和达到交易及精度,耳口,他解释说,算法要应付的最困难的情况之,一是在商店变得拥挤的时候。 他说LDQUO,当有50个人,拿起多件物品,或浏览的时候,事情就会复杂很多,他们被遮挡,互相遮挡,物品被挡住,还有物品很小,ARTCO,在过去的一年中,Amazon的技术团队,一直在改进算法,训练他处理这些情况,包括客户从户架上拿走商品持手,可能部分挡住商品的情况,为了便于识别。 商店中的,某些商品,如三明治在顶部,也有一个特殊的点码,它类似于条形码,但被设计成圆形和菱形,一方便摄像机远距离读取,虽然库马而发,是说这项技术LDQUO,非常非常准确LDQUO,但他拒绝透露,公司合适开设其他的AMAVO NGO商店,他说LDQUO,我们很想开更多点, RECOO但没有详细说明,库马尔还表示,该公司LDQUO,没有计划RECOO在任何全时门店或亚马逊书店,推出免排对结账购物服务,然而,在亚马逊首次公布,以AMAVO NGO重塑杂货店的计划以来的一年里,竟争对手门纷纷,投资于类似的技术, 以增强美国8000亿美元,杂货市场的份额,自去年夏天亚马逊收购全时以来,类似计划大幅增加,在这笔收购后的几个月中,银行家门于他们的实体,便客户密切合作,帮助他们构建,以技术为核心的防御措施。 其中一些举措已经实现,美国最大的独立食品连锁企业克罗格,KROGER,今年正在推出自己的免收银购物体验,在克罗格超市,顾客可以在浏览户架时,用智能手机扫描食物的调形码,然后在离开超市时,再次住结账机上结账。 该公司表示,将在2018年将这一技术推广,到其2700多家电铺中的400家,在沃尔玛Walmart近5000亿美元的年销售额当中,于一半来自食品销售。 沃尔玛正在达拉斯和奥兰多等地尝试,推出,没有收银元的购物体验。 该公司表示,到本月底,将有100家超市允许顾客通过,智能手机应用购买商品MDASH,NASH唯一与人打交道的时候,是在出门前,向员工展示数字收据。 沃尔玛首席执行官董宁伦,Dank Millen自称是个LDQUO,工具人LDQUO,他自2014年掌舵沃尔玛以来一直承诺要让沃尔玛更像一家科技公司。 董宁伦在上周的一次会议上纵简了零售商竞相解哨排队的挑战和动力。 他说LDQUO,在世界各地,人们都希望省钱,省时间,而。